SMS和Pero 有两波摸人的镜头 你看ADT这个点直接被放倒了 长龙帮不了在这个侧山 轩子又炫起来了 炫起来了 长龙一看只能走了 这个防徐让给你们吧 只拿桥头 他本来是想两边都踩 对 这样一来的话 不过只有两个人的话 那个山上你看不过来 对 而且山下帮不了 对 那个山的 虽然他的体积不大 但是鸡脚嘎拉特别多 你很容易 视野边上他比较习惯的一个套路 两边果然都是来到了这个山头 田北打得非常具有侵略性 再往下拉 扫一个 P2 先打倒一个 来吧 稍微练战点就跑不掉了 对 主要是M200这个位置走不掉了 很尴尬 山顶是放倒一个鹿鹿577 自己也是被打残 队友能跟枪成功吗 他其实好想捕的 是的 牙匹直接是就在队友身边 是 对方阵型还是比较紧密的站的 不给WCG任何捕人的机会 12已经拉到另外一边侧边 是 567 现在567的这个位置 正好是一个最尴尬的位置 既没有肉的 遗迹的房子 对 他们之前应该在过点的时候 其实就被打掉一个 现在是一个三 打三嘛 刚拉出去的 黄一鸣直接被放倒 是的 黄一鸣这里稍微急了一点 因为马上小佐就到位了 是 他可能是听到我们客户有两个脚步声 但是小佐现在血量也不多呀 点位被摸清楚了 直接被尼尾放倒 而且有可能裤装藏雷 这里黄一鸣再晚出来三秒钟 是的 小佐在这里吸引注意力以后 他翻出来 就是一个完美的夹子 因为他这个房间其实可操作 对 他不是属于那种只有一个平房 没有迂回空间 他里面的这个 哇最近这个圈很少见 我其实以前我对这个圈 这个应该是下级赛第一次 对 下级赛第一次确实 我肯定这里也是被连打逮捕 南边战斗有点激烈了 现在那五六七的话也被一二给淘汰掉 没办法了 就是感觉刚刚那波急了一点 对 协同做得没做好 十七也冲击 打得很凶啊 直接放到兰博和桑马尔 是的 其实他还选择从鬼屋直接过来 一技来抢位置 哇这个代价就很大了 因为他本来的位置也不差 这样一来的话就等于all in了一波 是的 然后旁边边缘上的队伍也在狂抽 实际手已经被捕了 小鬼也被捕 被捕两个 一技的乱斗 是的 大家就好像就在这里去换分 等会一技肯定会很热闹 因为如果说出现一个左下角切角 就是在这玩接机模式了 对 可能会往顶南去切 或者偏右边一点点 但是既然出现了水尘圈 恐怕也很难如我们正常的判断 对 有可能啊 好一波 然后去到一种比较尴尬的位置 你看刚到点位 自己是一个残血 尽点还好 有个竖座遮挡 贴过来了 这边 天威也贴过来 要是先被捕倒 两个人都是大馋 小海这里有可能会吃雷 排水最大化 这边降路的话也算是防守成功了 对方只剩下一个人 而且血量不多 被淘汰 接住了 而且内部也是有激烈的战斗 XCG这边反而被打成一个劣势 我枪很猛 最后提前枪 MOP一个是一穿二 顶住了 Code 119一个手雷叫Omega炸倒 经典是一打一 又压力又来到了Code 119身上 哇 他永远那么稳 一穿三永远是那么稳 Code 119今天已经完成两次一穿三了 是的 这被捕了居然 被幻神捕了 高兴那个位置 人血杀手 哦 哦 反杀 还好 5CDC和方针顶住了啊 是的 旁边看一下17道方在打架 推门 打闪 折脚闪打完 动作做完 打得很灵活的 第一时间没抓到好的 还是抓到了 无心力气之类的战斗技巧非常出色 是的 很流畅 打了个头皮 而另外一边降路手里直接带走了RBS 是的 RBS刚才好像一直在这个坑里面是被降路给直接炸 重要一些 对 不然的话 你这样接下来进圈的话又是三方号主 对 对不对 因为本身你们就在蓝白之间在打架 确实 这手雷加枪 阿童木一张二 一拳三 背景板又是 这个 呃 焦阳懵了 是的 我前点三 而且刚刚 好像是匆匆还是谁 跳起来那一下 下面踩蘑菇 踩了一个手雷 被扣的119拿下焦阳人头 这样的话 阿童木又是一拨一穿三 是的 在 说明现在就是 强的个人选手 真的 小五弟弟已经大残 一起打药 我感觉ACG真的是把自己给耗死了呀 你看旁边 确实 HQ也对他出枪 小五弟弟被炸倒 这个手雷 能补一个的至少 哦 没捕到 差一点 再来一个 这个手雷 哇 这都 飘过了 飘过了 这个车 哇 车炸了 刚才这个G4 baby不解决掉 你看这个伏笔多大呀 很大的伏笔 他们刚刚本来应该先把这个 就人的位置基本上已经锁定了 是的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他可能以为那房间里就一个人 有可能 嗯 速球这里也倒 G4跟小五的一打一 看小五能不能拿分了 贝神有完盆的枪线 直接完盆拿到这两分 虽然G4一开始 他这个脸 过来 给个火 逼走位 打一个 高打低呀 打 baby呀 锁定了 好 又是一个一圈二 还能扶吗 能扶 能扶 能扶能扛 来得及赶快扶 打回点感觉来 是的 他还有车 是的 看一下TYE啊 这个位置已经不再圈了 要往前进 想混进水城 嗯 天地地 没有一个人看天地地 一个雷奔到两边了 一圈 好像那个车还往他上 顶了一下 是的 没想到DT在圈边流了一个 但这也只剩下天地地一个人 是的 但是今天这两兄弟都被补掉了 小一代背身又打了一个背身 哎呀 这一下 气死了 直接把人全补了 是的 落过弯啊 这人肯定要全补 你补我 我不补你 这就是护肥吧 然后最后最终的胜利者其实是翔鲁 是的 闪闪到了 天地地 现在没有掩帖 拼了 还有停电 哦 天地地 屁股来人了 活下来 还是一个受雷 小微在这里是劝加成功 是 牛海比 你看不声不响的 满边决赛 牛海比这四个人 随便谁都可以穿多人 但是穿不穿不是你说了算 很多时候 画风转移的非常的快 换神直接背一颗 拖的要求还没漏 现在 牛海比所有的处理都在六一 哇 六一又一雷双翔 看到六一那个雷 丢的角度正正好 突然局势变差二打二 明明就没有时间去看屁股后面的GFL了吧 有可能 是的 说不定这一波的 说不定这一波在这小小的铜锣弯 滴滴滴的 剑说了散 哈哈 哎呦 一蹦一线 守灵把周皮给放倒了 只剩下了明明 战斗力太强了 滴滴滴这两老哥 哎呦 明明先 阿头目 蜜蜜 蜜蜜还帮我们打了一个王鹏 这个王鹏好像不太好服 刚才这个119 好像是把蜜蜜给打掉的 对 好像是 还得看119 是的 七个淘汰了 当然 太秀了 这把119 但是这个雷炸的 他心是有点碎呀 是的 哎呦火来了 好的 这把XL 好